《欣语移动》 这个传达祝福的流动平台 一点鼓励 一点关怀 一点安慰 随传随到 快点来数一数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欣语移动》Apps 免费取迎新礼品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章宝华的祖母在一个秋天 听见宣教士说 耶稣爱你 就信了主 接着全家人都归主 这位宣教士 还支持了章宝华的爸爸读大学 到美国读神学 回到山东之后 就任山东华北神学院副院长 章宝华也在那时出生 章家总是充满了欢乐的音乐声 童年的章宝华平时也跟着爸爸到处传福音 我父亲是个生命令摆上来 他在美国人打仗了 来的时候 全家人都离开了 神学院 孤儿院 王冯平 他在他手里面 他就坐了华北神学院的医院长 还孤儿院的医院长 马房兵院的医院长 孤儿院有三百多孩子 他就坐了华北神学院的医院长 还孤儿院的医院长 孤儿院有三百多孩子 第一转是指出走路 背着小包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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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前面去 一个村子 村子里面有很大的灵魂 那边有教会 我们就到教会里面去 那些教会都是我爸爸建立的 自己只是坐在车里面 有几位神学生 跟着我们一起走的 他们一直都照顾我们 我们去见一下 除了学生的孩子一样 在火车车厢里面 唱歌啊 听故事啊 这样子 不是记得唱什么歌吗 那时候 大神可以留开 小神可以生意 到了香港 张宝华一面读书 一面学粤语 一面在当地教会 和神学院指挥 带领事班 后来进入 百特利神学院接受造就 这间神学院 除了神学教育之外 亦在香港开办 免费小学和中学 张宝华暗中观察 对内对外的运作 加深了他对教育这方面的学习 成为他将来侍奉重要的装备 小神是在 51年52年 那年代里面 有几个很 很多难民到香港来 真的有个东头村 哦 东头村 我就在那里做 做难民 有一次大火来了 把整个村子烧掉 我就坐到这个屋檐下面 避火避风 好了时代 让我到家去住 王牧师就接待我 我们看见学校的事工很重要 因为他注重青少年 所以青少年的事工发展 就谈到天台学校 教会的人士 科小孩太多了 可以不可以 把天台围起来 半小学 半小学 半幼儿园 在香港政府 很高兴 这样使得 香港人口问题 儿童问题 就可以 永远来照顾了 开好了天盘 五岩下面是 这些学校 五岩下面是教会 中华成长会 申请了四个全盘学校 你看做得不错 比内外给多了两块 该兜学 在一年 学校里 实质提高了 全盘学校 教会的工作 要拓展下去 所以就成立教会 这些教会 都一个一个 都一个 努力 治理起来 由台湾自己的 带到来 照顾他们 传福音乐工作 所以 另外一个层面 都在出去了 1958年 张宝华 在香港神学毕业之后 就决定去美国 进修音乐 两年之后 他接到爸爸 在监狱去世的消息 他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他决定要延续爸爸的遗愿 努力传福音 这一个是怀念爸爸的最好方式 这一个是怀念爸爸的最好方式 学校的学校 学校也帮我教学 学校团续 帮我承讯说 今天晚上全力都唱 我说我刚刚来 他唱歌不要紧 你哪里喜欢唱的唱 我那天晚上 站 THAT Summer 战真的竟梗 在武汉草会 那会大概有有三百人左右 我就唱 他就像黑色埃神斯巴尔 没参加之后 好像是出了名声 每个人都抓着我去 回来参加 学校有步道团 就叫我参加步道团 也叫独唱 就做真正 就是从中国出来的生命的见证 还有有的同学要结婚了 就要去唱歌 我就被情形全是红包给我 红包一个月也要几十块钱 学费是九十块钱 这家伙只会失败 他给我七十块钱 都成了够活用 他还愈来愈感受到 音乐就是他侍奉的中心 之后 张宝华每一个地方 都会在聚会或者崇拜中献唱 很快 大家都称它为 中国唱歌大事 在美国最忙碌那几年 有人问张宝华 有没有想过灌录一张专辑呢 张宝华回答 当然有啊 事情就这样成就了 张宝华 Paul Chung 中国歌唱大事 就出版了 神也都大大使用了这张专辑 为香港一间中学筹款 卖了一万五千张 这张音乐可以或者做朋友 有些人喜欢我的声音 我说唱你唱歌 就跟我学唱 学唱的时候 我跟圣结束基督介绍给他 音乐也可以自己 我在音乐视窗里面 靠着诗歌赞美 诗歌做现象 把我的生命的遭遇 这个诗歌表达出来 我这个唱片 第一版卖了五千元 这个唱片的收入 就在香港 开了一个中学 后来大学毕业了 就去了金门生学院 就在三方四 一个华人长老婚 就在少年里 十万只婚 我说我没有子群 会参群 所以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朋友 介绍一个在欧克兰 阿拉米达 哈斯洛 做的营养学家的 配营养的 他要会唱钢琴 也唱电风琴 第一天完了 跟着一起成功了 我就把所有 师班要唱的歌给他 所以先练 练了之后 我再和师班练 因为我做生学生 没什么钱 有一次我就带他去了 中国唱歌 一做起来 把他菜单给我看了 我一看画画了 我没有那么多钱了 我就 点菜 点豆腐 点便宜 点便宜 我要吃饭 吃完了 然后 他做这些 四个公共 二十行为心 你去拿了钱付钱吗 不然我跟他盖人 没有钱吃饭 他就叫我付 不再三年就放钱了 那三人放钱吃 吃了也很高兴 认识他是谁 也知道他是吉的头 到了结婚日 所以我先订婚 他说你还没有学习 给爸爸妈妈求婚 他就把地址给我 我就把爸爸妈妈的地址 让他一看 他说中华民国 做菜国大使 我也是当大使的女儿 后来就结婚了 1965年 张宝华和楼莲章结婚 一年之后 生了儿子 仲光 之后 女儿闲光也出生 这段时期 也是他们最忙碌的几年 夫妇两人 带着三岁的儿子 和一岁的女儿 开车 横到美国和加拿大七次 到处唱歌传福音 他们每次趁儿子还熟睡 在凌晨三点开车 当子女睡醒 已经走了一大段路 午餐通常都是用电房煲 在有电供应的公园煮食 每日下午三点 便会到突目的地 吃完电饭煲 准备的晚餐 便唱歌报道 第二日继续 这样的巡回服侍经历 带来无限喜乐 特别是讲到分享和献唱 能够祝福人的时候 更加落上加落 但你不能够休息 或能够完美 或能够完美 直到所有的外面 都能够完美 1971年 中华传道会成立了 当时名为九龙教会的中心堂 重点是家庭群体和儿童主一学 同时也透过篮球运动吸引年轻人 成立第一年 各项事工随即展开 到千子保安道之后 人数已经增加到一百多人 其中包括了很多年轻人 现在在世界各地 继续继承保华牧师的宣教工作 起初有一位表演都受识了 他不认为他不要受识 但是他很很爱 我们这个团区 他是最后一个受识 第一次是十三个人 他是最后一个受识 他深海祝福山 他在温哥华投资 开了餐馆 很有名望 最后去吃饭 我要为柬埔寨的大学生 开一个学生宿舍 知道神社所做福的人是好人 他就把他赚了权 开一个圣经的教导 示范自己的奉献 1974年举行的第一届猜传大会上 邀请了好朋友高云瀚牧师 担任港员 之后就猜派高牧师到加拿大 开始宣教时工 1975年我在多人多开始 华之教会职堂的事工 从此之后 张宝华牧师许多许多次 都来华之教会 传递普世擦船的信息 1977年 张宝华牧师接受邀请 成为福音自传会东南亚区的主任 搬到新加坡 一直留到今天 张牧师决定以新加坡作为大本营 逐步开拓周围五个贫穷国家的全福音工作 这五个国家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缅甸、柬埔寨 这个充满挑战的事奉旅程立刻展开 当张宝华牧师到达新加坡 担任福音自传会东南亚区主任的第一年 张牧师就搭上泰国这片土地 去的地方就是泰北 毒品最大的产地金三角就在附近 在那里 张宝华牧师和松木扬牧师 将金三角视为他们的葡萄园 要将福音传遍泰北 张牧师建立了教会 在村落开学校 为那些暴行两个月来上课的学生开办了宿舍 张宝华牧师在东南亚 另一个重要的宣教工场就是缅甸 记得第一次踏足缅甸 宣教团队沿着一条250公里的沙路前往缅北 这条路在十三世纪是马可波罗旺到中国的路 当时张牧师想 这条公路一定会成为福音自传会宣教的生命线 短短几年 张牧师和茶天余夫妇同工 设立了十多间小学 故义院和儿童助学金事工 藉着这些工作传扬福音 记得我有机会探访在缅甸拉西的恩池之家 那天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晚上孩子们吃完晚餐以后 他们聚会 他们聚会 唱诗 在夜末低垂的时候 目色苍茫 那喜乐的歌声飘扬在山峰里面 非常受感动 觉得这是神的恩典 神特别地恩待这些孩童们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充满破碎跟眼泪的国家里面 经历神的恩典跟慈爱 成长在基督的慈爱跟丰富里面 我很感恩 简部寨 简部寨 我与你同哭 满街触目都是无家可归 骨瘦伦伸 衣衫蓝楼的儿童 很多人不是断手就是断脚 报告说 两百人中就是一个因为种地雷而残灰 街道两旁开门了夜总会 招牌上写着简语、中文和英文招揽客人 我访问了一些人 参观博物馆、万人宠和酷刑中心 这些事还在简部寨人心里面 他们会跟你说家人是如何失踪 求主用爱来医治伤口、微捕伤痕 这些是张宝华第一次探访简部寨后所写的 他开始寻找伙伴 开展简部寨宣教事工 1999年在简部寨首都金边 成立了寻到大学生中心 大学生的男生宿舍 在第二年跟着开始了 每年都有大批学生 从周边城市和乡村到首都大学读书 这个宿舍是为乡村到城市读大学的年轻人提供住宿 藉此传福音给他们 中心也举办各类活动 成为大学生们的活动中心 为了能使大学生信徒的灵命得到更多栽培 尋渡教会就开始了 尋渡事工一直都是张宝华未完的宣教梦 当时柬埔寨刚刚开放 柬埔寨在70年代拖勃的时候 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杀掉 所以家家户户都有人去世 所以整个国家 我们称为受伤流血的一个国家 所以当时这个国家开放的时候 我们进去看 那时候一团造整个国家 都是在贫穷里面 那要怎么帮助他们呢 因为当那个国家开放的时候 以前杀的三分之一当中 他们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 当时他们认为住在城市的人 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反国家的 方式的反他们的一些人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灭掉这些人 但是你国家开放的时候 没有一些知识分子来从政 来领导国家 这个也不行了 如果要帮助这个国家 能够站立起来 当然一个很重要 就是帮助他们的知识分子 如果他们没有信仰 他们也是乱七八糟的话 那以后也还是一大堆的贪污等等的问题 会出现的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相信 我们基督徒因为做的是整全的福音 我们就帮助这些大学生 然后也帮助他们能够成为 以后国家的一个好的领导 也好的公民 当时我们看见 唯一一个开放的大学是在京边 但是呢 学生不一定是京边人 他们都是从那些乡下出来读书的 他们来的时候就很困难了 因为当时整个柬埔寨 所有的公务员 包括了警察 兵 所有的公务员 一个月只有二十块美金 你想看他们的大学生来到京边 那京边呢 虽然他们有本地钱 但是他们要用美金了 因此他们根本都找不到地方住 所以他们呢基本上就买一个路子 有很多的庙呢 有很大的地 他们就跑去那边 铺了地上 就在那边睡觉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过火了 然后去上课 而我们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租下一个房子 比较干净 弄得好好的 然后告诉这些学生 如果你要需要一个更干净的地方 你可以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需要你出租金 不过有样东西呢 我们因为相信一个人呢 要正直 他才能够领导国家 影响社会 但是要从被正直的话呢 当然我们的方法就是看圣经啊 就是有一个查经的聚会 但是绝对不会勉强任何一个人信耶稣的 因为我们教会的宗旨 就是不会勉强很信耶稣 信耶稣也要你个人自己 知道福音的好处 知道神爱祂在做的 祂自己也决定信耶稣 那每一天有一两个小时不要离开 大家一起看圣经 圣经教导我们 什么样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啊 这样等等 这样查经 这个大学的施工 从那时候开始 差不多十二十年了 现在住过我们的地方 有五六百个人 现在呢 那个屋子也开始旧了 所以我们就帮他们盖 一个五层楼的一个房子 这个大学生可以住在里面 当我每次如是探 黑云遮盖迷漫 喜乐诗歌便爱弹 盼望转为暗淡 我就要更亲近主 祂必除我优秀 祂既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必蒙眷游 张宝华牧师 用《马帝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还有他灌录的第一首诗歌 《天父看顾麻雀》 总结这个 岁未结束的宣教梦 继续唱下去 中文字幕《马帝福音》 Is今天的 хороший歌 多谢大家收看《恩雨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者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